好 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个主题模式这种流程啊都给大家说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主题模式它怎么做啊 那么我们要做这个主题模式咱们含着在这里边是不是再创建一个主题模式对吧 再来一个TOPIC test或者叫84 好了 那么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选的话就选上这个TOPIC 好了 那创建就行了 那么创建完之后的话它这个类型你注意别选错了 点进来 点进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继续是不是给它进行一个绑定啊 哦 没写东西是吧 它这个界面是已经展开了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这里边我们就可以写上一个IT CAS是吧 这一次是不是得写一个这个Routing key啊 那比如说我们就按刚才那个套路来啊 D O O D 点是不是写一个警号 是吧 好了 绑定 你看这一次它是不是有一个Routing key 对吧 你可以再来一个 那这里边呢 我们来一个IT可以吗 那么这一次的话你可以叫警点Log Log 那就是下面这个 对吧 好了 绑定 那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就是这个库丁余 库丁余的话这个咱们呢就 D O O D 点Log 你随便写啊 这玩意儿你想写啥写啥 你主要是按照这个规则来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就已经绑定好了 那么再绑定好的话 我们再传值的话 是不是就给人传这个东西了 你再传一个空 它就进不来了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准备工作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再来一个 那这个就是主题模式 好 这个就是3 那么这里边这个服务器咱们是不是还开着都不用动就行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假如说啊 现在对这个交往器不能写这个 写这个 T O P S C 84 是吧 咱写的是84啊 好了 这个 T O P S 别写错了啊 咱还贴一下吧 好了 那那就一样 那么完了之后 接下来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需求 想只让你往IT价子发 只让向IT价子发 那前面是不是肯定写固的 G O O D 点 A B C 是不是就行了 如果后面再加个漏 还行不行 我只让向那里边发 这个就不行了 对吧 这就不行了 哎呀 我改错地方了 是吧 是不是下面这个 是不是这个是主题模式 刚才这个是分立模式 是吧 哎 好了 那下面这个的话 咱们呢就给它改成 这个是主题模式测试 好了 那么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 走这个 那现在的话 我们呢 注意看 现在这边 控制台 现在只有是不是IT价子收着了 刚才那是刚才的日子啊 那么你比如说我现在再来着 再来一个 点LOG 那你说现在呢 哎 对 现在是LOG 现在是两个啊 直接走这个 现在就是 盯着这边看 现在是 应该是有出来两个 是不是两个呀 那三个都想收着呢 是不是就顾着点LOG就行了 先把这个清了 等它起完 那么现在是不是就三个都有了 哎 这个就是主题模式 其实你会发现跟上面这个分立模式差不多 是吧 也就是它绑定的时候 它就多了一个这个 这个Ruling Key 是吧 就是匹配这个Ruling Key的一个规则 除此之外 它也没啥新的花样啊 但是它就是人间官方的另外一种模式 就是主题模式 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以后用的话 你尽可能给它指定一个K 是吧 你就随便写 你 但是你写K的话 一定要写一个有规律的 也就是要写一个 它既然 你看啊 既然这三个跟它一个绑定了 那说明它三个是不是还是有点关系了 你尽可能 尽可能保证啥 保证有一种是能全部都发的 那么你这里边如果特别多的话 你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点ABC啊 点别的啊 对吧 多写几个点也行 因为我们这个警号 你不管几个它是不是都能匹配到啊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方便 所以说这个K值 你就注意就行了 我们这个RollingK 那只要你会的这个 这个主题模式 那也没啥难度了啊 好了 那到这的话 我们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RabbitMQ中三种模式给大家说清楚了啊